抽丝剥茧解诗语 明察秋毫寻真相 现在是真相时刻 先给你 好 小马求职遇见 恰好发现了高中校有老刘 在T国创业 便心动前往 喂 刘哥 有几个事 想跟刘哥请教一下 因为您上次说的那个 我都会 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 谢谢 真谢谢刘哥 小马的哥哥阿强 常年在T国工作 而生性骄傲的小马 对哥哥一直是心存芥蒂 所以并未将T国之行告诉他 小马到达T国之后 发现老刘是一名毒贩 老刘刚被骗时 也是遭到了百般折磨 还被割肾 为了活命 老刘被迫加入了团伙 因手段更残忍 成为了毒贩小头目之后 便将刘相好也骗了过去 那小马被老刘囚禁 并被逼着拍下了 自愿人体运毒的视频 我叫小马 大学刚毕业 这些就是我买的海洛因 一共有三百五十克 我是自愿吞毒的 没有人逼我 随后 小马被逼着驾车 老刘坐在副驾 刘相好在后座 三人前去街头点 与表面是导游 其实是毒贩的雷瓦街头 老刘原本计划是将小马交给雷瓦 由雷瓦负责监视 并带领小马去往国内 不料意外发生了 小马五点驾车出发 六点钟时 阿强骑着摩托车 追上小马 阿强强行别车 两车相撞 阿强摔倒后站起来 此时老刘腹部 被安全带勒了一下 开始疼痛 谁呀 找死是不是 去看看 他死没死 没死给我弄死 小马知道哥哥阿强是前来劝阻自己 为了保护哥哥 他提出下车解决阿强这个麻烦 给你两分钟 去 老刘给了小马两分钟时间 并拿出手机拍摄视频 记录小马的把柄 小马下车时拿了个陶瓷摆件 下车与阿强发生争执 不用你滚 赶紧走 你知道吧 没有多担心你 快跟我回去 走 走 言谈中 哥哥透露是雷瓦将老刘的行踪给了他 雷瓦 老刘听到雷瓦的名字 认为雷瓦出卖了自己 同时知习阿强与小马是亲兄弟 便生气地下车取了驾驶围 阿强劝小马自首 并上前要去跟老刘交涉 为了保护哥哥 小马从背后击倒阿强的右枕部 导致阿强俯身晕倒在地 小马将阿强分为正面 试探了阿强的呼吸和心跳还在 随后上车 骗老刘阿强已经死了 老刘结束视频拍摄 开车故意从阿强的胯部撵了过去 阿强被撵压死亡 小马忍着悲伤 跟随老刘和刘相好来到街头点 刘相好去远处方便 小马留在车内 雷瓦到达后与老刘接头 老刘气急败坏地下车 问罪雷瓦关于阿强一事 两人推嗓 不欢而散 此时 老刘因为撞车导致的腹痛 便再次辱骂阿强 小马想起哥哥的死 愤怒地将老刘摁在身下殴打 老刘抽出腰间小刀 慌乱中乱刺乱划 小马手臂受伤 失控的小马疯狂地掐住老刘的脖子 老刘将小刀捅进了小马的上臂 此时 刘相好返回 捡起块石头 狠狠砸在老刘的额头上 老刘死亡 老刘死后 小马仍起在老刘的尸体上 双手垂下 气喘吁吁之际 手臂流血在地形成雪坡 但老刘真实的死因是交通事故 安全带致痞破裂 最终死于失血性休克 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小马和刘相好认为是两人杀了老刘 小马穿过老刘夜下 挽着他的双臂 将他拖到后背箱处 准备驾车抛尸 但刘相好突然想到 如果小马逃走 发现异常的雷瓦 很快就会发动眼线 将他们抓到 刘相好提议 将老刘的死嫁祸给雷瓦 由警察解决他 人是谁傻的 是雷瓦 雷瓦在他们的街头点杀了老刘 但此举会导致小马也被抓 小马想起哥哥的死 而且自己也杀了人 便想揽下所有罪责自首 于是同意了这项计划 随后 小马将老刘的尸体 从后背箱移出 刘相好用衣服 包住老刘所用的匕首 在老刘的手臂上 画了一些 与小马手臂上 类似的伤痕 之后将老刘尸体捆绑 放进行李箱 小马简单包扎了伤口 拉着行李箱 前往大巴车 跟随雷瓦来到机场 刘相好留在血迹现场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往机场 拦住了刚到机场的雷瓦和小马 并在小马的行李箱中 发现了老刘的尸体 好像阿强是过来找小马的 所以应该是小马与阿强之间 可能发生了某一个 某个什么冲突 就是小马他一个23岁的孩子 大学刚毕业 他能想到的就是 我给他一下 我再摸摸他 这人还活着 他想找我 他想救我 然后老刘给了撞去 老刘肯定不是雷瓦杀的 老刘把阿强弄死这个事情 是促使你跟小马两个人 联手去弄老刘的一个契机 小马这样的一个身份 老刘的死固然是跟他是有关系 但是不见得会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俩是一伙的 都是一个被害者 从这样的角度 他们要把这个事摘出来 嫁祸给这个了 接下来是一段小马的狱中日记 爸妈经常提起小时候 有一次我贪玩 不小心掉进湖里 那时候才13岁的哥哥 拼命把我救了起来 当年哥哥救我一命 现在我哥想要再救我 却被我给害死了 从小到大跟哥哥比 我那差远了的成绩 差远了的能力 让我这可怜的自尊心 就这么掉进了毒贩子的陷阱 现在 现在想想 普通 平凡 又何罪之友呢 能健康地活着 就已经是天大的运气 就算要仰望星空 也必须脚踏实地 如果有的选 我会在那个 因为焦虑而失眠的夜晚 继续海头简历 我会调整心态 在平凡的工作中 锤炼自己 我会骑着车 迎着每天的朝阳去上班 我会在阳光底下 充满希望地活着 而不是掉进求职陷阱 走向犯罪 失去自由 失去光明 保持职 不散 那么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